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向量的减法 什么时候会用到向量的减法呢 通常呢是在速度的变化 速度有变化的时候 在我们的第二章呢 速度的变化就是出速度减去 就是末速度减去出速度 那当时我们的速度的方向呢 是用正负来表示方向 可是到了第三章 我们前面一个影片向量的加法 也介绍了 在第三章平面运动 我们是用向量来表示速度 所以末速度减去出速度 就变成的是向量的减法 那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有位移的相减 位移向量的相减 为了要算速度 那就会有位移向量的相减 或者呢是加速度 说不定有的时候也会 需要把加速度前后的变化算出来 那就会用到加速度的相减 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一下向量的减法 那向量的减法其实是相当容易的 跟加法是很类似 我们只需要把减 换成加负的就可以 像左边的这个U-V U向量-V向量 就可以把它写为U加负V 就变成加法了 好 我们底下这里有一个U向量向上 V向量向右 本来一开始 本来一开始我们应该是 如果直接相加的话 那就会是我们把V向量平移 或是把U向量平移 那就会变成大约是这样 这个是把U向量平移过来 平移过来 这是U 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的是V加U 那就是V的走完之后 再走U就变成了这样 对不对 这个是V加U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V加U啊 我们也不是要V加 不是要U加V啊 我们是要U-V耶 那怎么办呢 就把它看成U加-V 那-V是长什么样啊 那-V就是长这样子 这个就是-V 本来V向右嘛 那所以-V就向左 那然后大小一样大 那所以结果呢 U加上-V就是这个U 加上这个-V 结果会变成是 一样我们把U平移过来 平移过来 然后呢 从-V的头呢 指向U的尾巴 这个就叫做U加-V 那也就是U-V了 就这么简单 就只是多一步 把被减的那个向量相反方向 然后再加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插掉 就留下U-V 让各位观赏一下 就这样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动画 它做得非常好 我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如果是U-V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V呢 倒转 倒转之后 跟U去做结合 然后再从U的头连向V的-V的尾 就这样 那如果是V-U呢 V-U就把U倒转 我们先把这个倒带回去 好 如果是V-U就把U倒转 变成-U 然后去跟V做结合 就变回了加法 这么简单 再讲一次U-V的 把V倒转 然后跟U去做结合 做加法 这个就是相应的减法 那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自己可以去调调看 这个角度 刚刚那个是90度 是一个比较容易 容易看出来的角度 如果今天是45度呢 或是长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 那会是减法怎么做 U-V 一样把V倒转 然后跟U叠起来 -V的头去接V 去接U的尾巴 然后从U的头连向-V的尾巴 那如果是-U呢 把U倒转 然后跟V去做结合 好 这个动画是不是做得非常的细心呢 自己去观察一下 自己来试试看吧 然后最后的最后呢 提供一个游戏 可以来玩玩看 这一个游戏呢 同时可以让你训练 两个向量的加法 和两个向量的减法 怎么玩呢 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左边的 好我们先截图 然后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这一个游戏 现在他请你去画出U加V 画出U加V 那现在U是向下又向右 向下2向右2 然后V是向下2向右4 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向下2 再向下2 然后向右2 再向右4 所以会是这样子 我们看答案是不是这样 我们跳回去 这个就可以关了 我们跳回去 我们刚刚说是向下2 然后再向右2 再向下2 再向右4 检查 诶 correct 就这样子 那还可以有V-U的 V-U的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截个图 然后来做给各位看 诶 怎么没有 再截一次 好那这时候呢 是要V-U V-U 就要把U看成是负的 对不对 这个原本是向右1 然后向上4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这样 把它改成负的 那就会变成是这样 对不对 向下4 然后向左1 这个是负U 好 然后再加V 那V的话 它是向右 向左3 向左3 然后向上1 所以最后呢 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 V-U V加负U V加上负U 然后是向右3 然后是向右3 向上1 这是V 然后呢 再向下4 因为要加负U 再向下4 1 2 3 4 然后再向左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会是-4 -3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是不是在-4-3呢 Check Correct 所以就是这样玩 各位可以自己来试试看 对 快点 拍摄